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颱风天,颱风来了山竹 然后那个我有点感冒,散之后的那个沙哑 然后做一下好久没做的一个干笔视频 那今天你们看到这个Chisbee Go 三文汤Go 它说什么糖粒细末是干笔 因为那么久看干笔嘛,对吧 干笔这一根算是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有个弹簧在里面 之前没见过有干笔是这样子的 所以觉得也值得去买根来看一看什么样 包装上面,外面简直很喜欢环保的一个瓦轮子 这种子我个人来家很喜欢的 然后在上面,哇,有一个凹制的一个笔 笔是在淘宝上面买的 左右的有一个那个,就这个塑料贴片 等会再打开 整根笔的话反正非常干净 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塑料盒 就整个包装是一个塑料,不是纸的 就是说这个塑料袋很薄,能看到吧?非常薄 然后再下来 哎,哎 直接这么扣吧 哎 OK 行吧 好,连得很紧 直接这么开就可以了 这 两边都有贴,然后整个盒子应该能看到吧?塑料得很硬 然后这里加金呢,你看内部加厚了 那 就说里面的那个材料壁厚 这里的壁厚,肯定比外面这个壁厚要厚一点 好,再下来的话 例行公司的一个说明书 但,快点 嗯 好吧,应该也是 反正也是按一下 这个,哦 这个号码是吧,好吧 外观专利好 还有申请专利了,现在 然后这个就装在那个海绵 还是那个塑料 那下来的话,那看一下 这根笔 是没有那个笔夹的吗? 这个本身就是,是不是有点像那个 YT还是什么 Studio那根笔,就这里那里自己去捆在一个背包外面 还怎么样 笔的话也差84,对吧 呃,整根起来 轻吧 又不算轻重到也不算特别重 这样子 偏轻吧,反正就 因为哪个百利金的笔都知道说 白金的笔是特别特别轻的 那它这个的话也很轻 那上面还有一个三分蛋的一个logo 你看到吧 整根笔一样 我拿一下笔来给你们对比一下 好,那 还是一样 这有点过花了 那我还是一样,这根笔 然后做一个对比 笔的话是一个 13.5左右的一个长度 那 但是能看到它什么 整个笔盖的话 它笔一般的要长 那整根笔很粗 拿起来手感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呃,如果这样拿的话 呃,无印是上墨了 等会 可以看一下上墨哪个比较重 因为现在来看是无印比较重 但是无印的 墨色存量很低 那就对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肯定还是无印会比较重 然后顺便看一下它上墨量有多少 对,我会可以 好,那一个 笔的话那个 就大概是差不多 然后里面有一个 透明的塑料的一个 防墨钢的 呃,防墨钢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配件在里面 啊,能看到透明的 呃,整根笔其实还挺有巧思的 我买黑色 为什么?因为我用都是黑色墨水 那这个 如果你用透明 其实并不好看 透明的笔用黑色墨水 除非那根墨加N2 那根是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整根笔很干净 但像这种 那就 呃,怎么讲 不好说 就看一下 然后顺便打开一下这里 咦? 哦 我以为还有什么磁吸什么的 刚刚弄好像 好,整根笔就是这样子按 哇,这 还有感觉 这手感非常好 这根 非常好的手感 然后这个 对 然后整根的话 除墨量 其实看根也就 也就比平常应该大那么一点点 那 这么看 啊 对,反正就是整根笔 其实还是挺ok C比也挺方便的 有点像那个什么 永生601 当时那样子 那那么那 当然早期是那个帕克的 他们有出过那种真空上墨吗 但这个的话 反正是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就他就把活塞变成弹簧了 就这个结构主要是应该把活塞变成弹簧 弹簧的话 那那个跟真空上墨原理肯定是不一样的 反正这个就是说 那他这个笔蛇跟笔间缝隙 我认为应该是比较 就是说中间缝隙肯定会比较大 那就先上下墨来看一看 好久没做这个视频了 好,那个我就看一下上墨 先把空气先挤出去呗 然后这么一拉 然后一拉 然后一拉 哇,上墨很滑顺 非常 很好用啊,这个笔 我整个上完墨以后 明显感觉重很多 试一下 我现在就是都不用直径了 看一下,就这样 就这么拿还是无印重 那看来就是说 这根笔的 怎么讲呢 它重量来讲还是比较轻的 那我去拿一下纸 来试一下写 好的 那,好的 那个之前的纸已经 那个用完了 就之前的书写的纸 那顺便先插一下 其实我自己现在是不怎么插 这个就 上墨也不会插 没弄到手很好 好,那个就试写一下 怎么比 那反正就是还是一样 会用两支笔做一个对比 那今天的话 反正就有一个黑色的垫 然后呢 用一下那个 这是平常那种A4纸啊 那反正先试一下吧 有点小刮子 然后反正就是说 挺细的 断墨肯定不会有了 现在产品生产的下限 还是挺不错的 出风的话应该 我觉得应该挺容易吧 我这还是压那么丑 反正就出风应该还算是比较好出风的吧 你看就是 要出风应该还是可以 或者对 反正就还是挺容易出风的 书写感觉来讲 笔声偏出 然后完全就这个尾端的地方嘛 他能超过就是说你整个糊口 握持起来非常舒服 反正就也 而且笔声偏出 拿起来非常怎么讲的 如果是一根粗笔和一根细笔替换的话 这个还是挺合适的 那就 顺便还是写以往的这一句 好 好 那一个OK了 整个感觉反正 写一写吧 很舒适 笔尖的一个 从它价格来讲的话 笔尖不算特别出色 然后呢 但笔感非常出色 以及它的散摩机制 这两点是非常出色 然后整根笔的话就是 没有笔夹这个东西我觉得见仁皆知 然后笔的话整根 呃怎么讲 X84我个人喜欢X84比那个旋路是多一点 呃重量感还是OK 然后作为热用笔 呃非常的称直 这个肯定是不用怀疑的 那现在顺便试一下那个无印的 啊能看了吧 就整个 不知道能不能对比起来 你看无印的触目会比较大一点 呃上文堂那个我记得应该是用EF间 反正就是呃太久没拍干扁视频了真的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这样子 因为我现在换了手机 然后照理来说应该也是F啦 我到时候我留言那边 呃我再补充一下啊 好那明显觉得就是说这一支无印的和鞋的更顺手 因为用习惯了 因为现在如果有个人有一根用的比较习惯的笔嘛 对吧 呃他就那基本上你不会去换别的笔 别的笔拿起来会有点不太适应这样子 呃另外呃上文堂的话就是整根笔 反正就是像刚刚所说的呃非常的满意 就是说我认为但这里一个穿孔的话 应该是这里有一个穿孔对吧 透到底的呃原因是一个里面的一个我国际是让他气压的问题 对气密性的问题 好那个大概笔的话就是这样子整根笔的话 啊顺便补充一下一个地方就是他这根笔嘛 刚刚上摩的时候非常顺 反正就很棒上摩机制 那顺便试一下那个把那个笔放开一边 这样 嗯嗯 洗笔的时候非常方便这个你看着 就 我这样拿吧 嗯 其实能看到里面已经非常干净了 能看到吗 就是说这根的话作为一个日用笔 它是非常称值这一点不用考虑了 就这么就是而且比如说我现在 那现在这个水是黑色的嘛 大家不要太介意你那一看 黑色它也不像负压三抹这个我先澄清一下 那这个反正就你按 能看到它因为这个压力的话 这个弹簧的产生的一个压力对吧 呃 就本身里面还是一个真空源 呃就是说那个红细原理嘛 还是通过这样子一种上摩机制 但是里面由于这个气压性比较大 就中间的这个气处真的很大 所以呢整根笔的连到笔石什么的都能推得很干净 你能看到 就整根笔非常干净 而且这个弹簧由于它很粗 然后所以说整根笔来讲 结构非常简单 但是却是很难用很实用的一根笔 升文堂的风格还是一样 呃就没有变过 还是要那么实用 对 好的那总共就这些了 因为第一次拍就有CP的部分 因为这根笔 呃真的值得拍一下它CP的部分 好那一个就这样 谢谢大家 反正笔的话也是很出色的一根 但是不是最高的一个性价比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那下面留言看一下你的 呃意见是怎么样 好的那一个下次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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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